中美貿戰降溫 特朗普彈劾危機至全球股市波動 本周經濟焦點再次落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身上 除了貿易戰關係 近日惹上政治麻煩的他 令環球股市又添亂數 週二、24日 美國眾議院就特朗普涉嫌濫權移展開彈劾調查 加上剛剛公布的美國消費信心指數軟訊預期 令美股受壓 納斯達克指數及標普500指數創一個月來最大單日跌幅 杜瓊斯指數當日收跌142.報26807. 納斯達克指數及標普500指數創一個月來最大單日跌幅 中國大會評擊中國的貿易行為 加上彈劾行動的影響 美股走樣 中港股市齊挫 恆指週三失手26,000 見三星期以來低位 特朗普遭彈劾調查後 忽然對貿易戰改口大吹和風 週四晚他公開表示 與中國貿易協議可能來得較預期為快 美國商務部期後回應 指中方企業正按照市場化和世貿組織規則 開展美國農產品雙價和採購 並已成交相當規模的大豆和豬肉 加上有消息指 中美高級別經貿初商將會在10月10日至11日在華盛頓舉行 中美貿易局勢再度緩和 但普遍投資者軍對兩國關係保持審慎態度 受貿易戰降溫等利好提振 市場獲得短暫的喘息機會 港股一度跟隨美股及內地股做好 不過市場官網貿易戰進展 大市交頭持續疲弱 未能扭轉連跌頹勢 週五行指收市報25954點 繼續跌穿2600,跌87點 或0.33%,成交額531.06億元 國企指數報10148點 跌63點,跌0.62%,成交額150.3億 上證指數收市2932點 升3點或0.11%,成交額1533.11億元 好,今天先看到這裏 多謝大家,拜拜!